大家好 又到兄弟年加尔系列课程时间 我是威哥 今天是我们的这个 还是第34甲 这一甲里面的双色球 这个案例的我们是第四 第五小节了 是吧 最后一小节了 好 那么在这一小节里面 前面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判断了 是吧 最后呢是要怎么样 要公布中奖号码 对 公布中奖号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公布本期中奖号码 这个号码 是吧 那么本期的中奖号码 刚好我们就是直接把那个 系统生成的那个数组便利出来 就行了 是吧 对 但是我们 我们想一下 我们从系统里面 生成的这个 红球的号码里面是 有没有顺序 无序的 对吧 不一定哪个大小都排在前面是吧 对 但我们公布的时候呢最好是什么 排好序 是排好序才公布出来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什么 上节课前面我们讲到的 冒泡 冒泡排序 是吧 对 ok 来公布一下冒泡 用冒排序 正好是可以用在这里是吧 对 如何来写来呢 然后我们是一个 for 行团是吧 控制轮数 控制轮数 i等于0 i小于多少 红球的那个叫 System readable number 是吧 readable number 点儿 lens -1 是吧 -1 i++ 对吧 轮数 ok 6个就比较五轮是吧 五轮就行了 然后里面一个for是 比较的次数 比较的次数 每人的次数 j等于0 0 然后j 小于 多少 System readable number 点儿 lens -1 -i 是吧 对 -i 然后j 加加 是吧 ok 好然后呢 判断 如果 我们需要一个临时变量 对 我们前面定一个临时变量吧 temp ok 如果这个 呃 System readable number number 的 勾 这个位置 如果是大于 System readable number 是吧 number 勾加1 勾加1是吧 勾加1 如果大于勾加1的话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换位置了 是吧 temp 等于 system 就等于 这个 readable go 对吧 然后呢 紧接着这个 go呢等于多少 go等于 go加1 go加1是吧 go加1 ok 那么go加1呢 等于什么 temp temp 就交换位置了 对对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通过这个 冒泡排序 就把这个顺序就排好了是吧 对排好了最后就怎么样 输出输出了是吧 对最后就要输出输出的话就是直接 直接怎么怎么办先输出红球吧 输出红球啊 有提示 一个提示是吧 对 一个提示 然后呢 本期的这个中奖号码为 ok 这样 然后先打出这个红球是吧 好 红球 ok 这个是我们打印这个 红球号码是吧 对 红球 这样的 ok 这个算一号就不要了啊 不然这个 换行就不换行了 好 然后一个4 答印出 int int i等于 0 i i 小于 还是这个system readable number 是吧 点lens i 再加 然后呢 直接是一个 好 system out printer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system readable number i 就打印出来 然后加一个 加一个空格 加一个空格吧 加一个空格 ok 这就输出了这个 红球 是吧 输出红球 然后我们再输出一个怎么样 蓝球 再输出一个蓝球 最后输出完我们要换一下行的吧 嗯 换一下行 ok 再输出这个红球 在蓝球 蓝球是吧 蓝球 ok 蓝球号码是 我们就直接输出就可以了是吧 对 对 那就在后面直接加就可以了 嗯 蓝球是 system blueball blueball number 对吧 好 这本机号码就公布了 对 ok 然后这就正式就输出了 对 我们编译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好 ok 诶 这里面同志还需努力 这边是又用帽号了 对吧 诶 再编一下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这就能模拟双子球成绩了 这就模拟双子球成绩了 我们就编译成功了 啊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呀 哈哈哈 代码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是吧 嗯 但是这个逻辑呢 我们是通过这样细分还是比较清晰的 ok 好 我们赶紧试试 好试试 来用小白来试试你的这个 看有没有故事运啊 好 好吧 ok 双色球啊彩票选号开始 祝你好运啊 好 好小白来 篮球选篮 选择一个第一个号码3是吧 嗯 ok 红球第一个号码我选的 红球号码选六个 四 第一个四是吧 第二六 26 26 26 然后9 9 ok 22 然后8 8 然后13 13 偶了 偶了啊 见证奇迹的时刻 时刻到了 不敢看是吧 看两位故事运 哎呀你看看 我就是925存淫的命 925存淫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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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篮球是散 我每次都是这样 就中了一个篮球是吧 其他的有没有中啊 其他的这个中了一个8 8是中了一个 对吧 然后没了 其他没了 就中了一个8 哎就5块钱的命啊 我以后就买蓝球 不买红的 就买蓝球就可以了 对对对 不过你2块钱中5块钱 也能划算是吧 过你每次都不买2块的 每次都买20啊 哎呀 那你就亏大了 总是啊 ok继续努力吧 好 那什么时候这个通过这个程序 你能中到一等奖 你就离真正双色 就是一等奖就不远了 好 我一会回家 我就写一个天天回去玩 天天回去玩 是吧 ok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双色球啊 这个整个的一个程序啊 我们写下来大概是 花了这个 这个大概是100行左右的代码 对吧 包括注释 那下面呢 我们简单来捋一下吧 好 简单来啊 给大家再过一遍 我们往上去 这个案例呢 是实现的步骤 我们再给大家捋一下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通过系统帮我们生成一个篮球和六个红球 对吧 然后重做起来 对吧 第二步呢是我们接收用户的选号 对吧 选号然后输入一个篮球和六个红球 对吧 第三步呢我们是实际验证啊 验证系统的号码跟用户号码是否匹配 对吧 就判断它是否中奖了 对 然后第四步呢就是要公布这个中奖号码 本期的中奖号码 OK 我们基于这样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 那我们就定义一些变量是吧 对 第一个定义系统的篮球的一个变量存储 是吧 然后第一个系统红球的这个宿主 是吧 宿主我们用上了 然后这个用户的 对吧 两个 然后这两个呢是我们后面再增加的 对不对 是篮球的这个是否正确 红球的中了多少个 对 中了多少个 OK 然后我们用到了一个什么 工具类 产生随机数的这样一个工具类 是吧 对 帮我们去生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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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球和篮球 是吧 好 那我们这里用到一个随机生成的时候 用到了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 技巧 算法 大家以后呢 在用到类似情况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到这样一个 用这个技巧来去解决 对吧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什么呀 避免我们在重复判断 对是吧 重复跟以前的这个值判断 你取的值越多 你判断次数就怎么样 越多 对吧 那这种方式呢就会避免 OK 好 这是随机产生这个这个 红球 然后呢 我们在输入对吧 对 输入用户的这个 红球跟篮球 对吧 最后呢我们是做了验证 红球跟篮球 对吧 最后呢我们是这个做这个判断 是否已经中奖了对吧 对 中奖 然后最后公布这个本期 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冒炮 把它排序一下 然后再公布的 对吧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呢 我们是不是基本上把前面所学的这个 包括这个变量啊 这个水类型啊 是吧 这个这个什么 衣服循环 well循环啊 for循环啊 是吧 帽炮排序啊 是吧 罗纪运算符 罗纪运算符啊 是吧 好多 好多 不类可帮助这些东西 还有这简单的这个帽炮排序 是吧 我们都应用到了这个案例里面去了 是吧 比较全 比较综合的一个案例 对明白了吧 明白 然后这个小白应该这个到整个下来 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理解一点问题没有 一点问题没有 现在回家闭着眼睛都能写一遍 ok 好 那回去好好就把这个程序啊 好好的自己自己琢磨琢磨啊 ok 争取啊 未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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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500万 就靠他了 是吧 ok 好 嗯 那我们这个这个双四球这个案例呢 就给大家就 接到这 好 好吧 嗯 ok 谢谢大家 威和在手 天下网友 下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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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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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